大家好,歡迎收看比利巴拉托 有網友問我怎樣看龐巴迪 這間加拿大製造飛機和火車的公司 試完它第四季,昨天就出了它的業績 出完業績之後,它的股價大落了40% 今天的跌幅和昨天的跌幅加起來 究竟這個是龍還是蛇呢? 是一個執平貨機會還是 還是真的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沉底呢? 我自己就會看幾樣東西 首先就是它出了它第四季的業績 第四季的業績兩個主要業績都是低了 它的利益按航天跌了10% 利益按它的火車跌了19% 另外一件事就是它和這個Airbus 本身的合約之前簽訂 就打算是一個Joint Venture是長線 以至於改善它的Earning 和改善它的Cash Flow 亦都是Pay Down它的Debt 不過現在似乎那個就不是一個結婚 只不過是一個拍散拖的情況 如果未來它那個Joint Venture根本會停頓 或者是沒有預期這麼奔放的時候 這樣都會影響了整個Long Term 對於龐巴迪的Outlook 各方面的事情 這個也是為什麼它嚴重地下跌的一個原因 第二件事就是看它和行業之間的比較 都是做得强差人意的 別人譬如波音這樣才算 它因為737MAX的緣故 它今年是真的做得很差的 但是它仍然有一個零 同一時間的Revenue 就是過去幾年都是上升的軌道 但是龐巴迪的過去幾年的Revenue 都是輕微地下跌 Single Digit的下跌 然後你比較起它 譬如Growth Margin 龐巴迪是14% 波音是19% Operating Margin 龐巴迪是6% 波音是11% 同行業的老行专比 已經得到這麼嚴重 簡單來說 你6%的Margin就是禁地游泳 它過去幾年努力地改善 已經轉規為盈 不過現在這樣來分手的話 究竟會不會再一次受到虧損影響呢 然後另外一個更加給投資者一個關心 它本身的Debt Over Equity 又或者是Debt Over EBITDA 這個Ratio就已經是全行最高的 幾乎 或者如果不是第一都應該是全行 你能說得出那些製造飛機的公司 這製造飛機的公司 大型少少的 它也是最高的 有8.6倍 Oper EBITDA Oper Equity 大約3倍 在這製造飛機的情況下 它的Interest Expense 是百上加近 每年都在加緊高的 它本來就寄望它可以減少少 以至於2020的時候有所改善 但是現在這個改善 會不會真的能夠實現 都是一個實問題 以至到 即使Earnings 18和19是 positive 也好 都是Barely touching positive 位置 這些公司通常它是所謂的轉勢 如果有真的看到改善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一個pick up 說的都是去回它大跌之前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覺得 嘩這樣50%都已經夠開心 但是究竟消息會何時出來呢 那這個就是未知之數 那暫時很多的分析員估計 甚至乎包括它自己的focus 都是要去到整個2021年 才真真正正可以 Fully recover 和Break Even 或者明朗化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要注意到 就是In General 一個市場 當一個壞消息 或一間公司 就是Alancer之後 那市場大約需要一至兩季的時間 才能夠Fully消化了 的意思就是說 在那一至兩季裏面 都可以繼續沉底 尤其是那個壞消息 是直接related to its operation 以及是有一個recurrent impact在當中 那我之前 當波音出了Max的issue的時候 我都有分享過 那時波音是說400元以上 那有分析員已經說 它去到370元就已經抵賣了 我就說370元還沒有見抵 那它還可以沉下去 因為根本都不知道 那個Max的問題有多深 還有就是就算波音說OK 如果政府不OK又如何呢 航空公司說不OK又如何 就算航空公司說OK 那客戶說不OK又如何 所以 You never know 之後事實證明了 到現在都沒有搞定那件事 那波音就已經跌到330元了 所以 龐巴迪一樣 它再尤其是另一件事 就是 你老航專都是一個競爭激烈 當譬如Airbus 它之前做了一架 超級大型的巨大Airbus 哦 結果發現錯盤了 原來 一些比較中型小小的 Size 的飛機 就用一個HUB的形式來飛來飛去 才是整個航空公司的遠景來的 那在這方面 Airbus就輸了給波音 但是如果不是這個Max的問題 那波音根本上就是贏盡天下的了 那現在又去回一個比較Ecos 的位置 但是對於龐巴迪這些 比較整的那些中型小型飛機的 那你一來你要繼續投放很多的資源來開發 但是你每年你賣的飛機 那個Scale 又不夠別人大的時候 那你注定是真的做四 只有一個做字 然後就賺一點點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雖然它當然有這個加拿大政府撐 它又不會收拾的 那當你死的時候就給你一些資金 或者是給你一些project 在軍事上幫助你 那但是呢 那你說會不會值得來投資呢 長線投資Gianty不會了 那你短線來說 你撥回光反照 賺幾個價位 那我覺得都OK的 那我自己不是一個這樣的人的時候 那我自己也不會買下去 那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你不介意day trade的 不介意來去看實個市場 賺幾個價位的 那你也可以高火力的 不過真的有太多其他選擇可以選擇 又或者你等多一季 看看它有沒有一個改善 有沒有一些好少少的good news 的時候才再考慮到微遲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除了分析這間股票 除了這間公司之外 亦都透過這樣來去看看 如何看資金表達 以及如何看類似這類型的新聞 Anyway 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MiniBala Talk 有機會的 或者覺得有幫助的 那就訂閱這個頻道